即使你有强烈的意志想要改变自己 但如果仍然留在原地周围的人也一样 那么改变性格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想改变自己就应该离开现在的地方 改变你所接触的人 以新的身份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这段文字的核心观点是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 如果你想要改变自己就需要改变环境 包括你所处的物理环境和社交环境 物理环境 物理环境是指你周围的物质世界 包括你的家、你的工作场所、你居住的城市或乡村等 这些环境因素会对你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例如 如果你住在一个充满犯罪和暴力的环境中 那么你更有可能变得暴力 社交环境 社交环境是指你所接触的人 这些人会对你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产生影响 例如 如果你周围都是积极向上的人 那么你更有可能变得积极向上 改变环境 如果你想要改变自己就需要改变环境 你可以搬到新的城市或乡村换一份新的工作 或者结交新的朋友 通过改变环境 你可以减少就环境对你的影响 从而更容易地改变自己 重新开始 在新的环境中 你可以以新的身份重新开始 你可以抛开过去的自己 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这将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让你创造一个更美好的自己 总结 如果你想要改变自己 就需要改变环境 离开现在的地方 改变你所接触的人 以新的身份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这将为你提供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让你创造一个更美好的自己